現在介紹Panio HA4K60Hz的面板式的HDMI延長器 一種是音規的 現在看到是音規的865 然後還有一種是美規的 台灣用的長型的美規 那它的特色就是有一個Audio In 這是外部的音源鏡 然後後面有EDIT的波碼 這EDIT可以支援4K60Hz 現在我們的螢幕顯示就是4K60Hz 然後它可以向下相容 4K30Hz 然後1920x1080 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解析度 就是1920x120 這幾種的解析度 然後它支援單邊空電 現在可以看到我們只有一個變壓器在傳送段 然後接收端這邊不用接任何的變壓器 或者接收端接變壓器 這個傳送端不接變壓器 通過都可以 那現在我們是外部音源進來 然後到我們接收端 那中間透過這個網路線的技術是HDBASE-T的技術 然後它4K60Hz的距離可以達到70米 1080p可以達到100米 那這邊輸出的部分 接收端它是雙螢幕輸出 現在可以看到有兩台音源 然後解析度 4K60Hz 支援HDR 然後這個也可以接外部的音源 它有Audio 然後也有IR 我現在將外部的音源 附入到這個HAE Audio In 然後HDMI這個是Apple TV的訊號進來 這個是背景沒有聲音 然後混合在一起的話 它是這個背景的畫面加聲音一併輸出 這台螢幕有喇叭 它就輸出影音 然後可以另外接喇叭 從接收端這邊輸出喇叭 這個示範的就是4K60Hz的訊號輸入 然後透過接收端這邊分離出 輸出給喇叭 喇叭輸出聲音 的原因 Hugo 是 都是